我们常常会把亲情视为理所当然 或者觉得要陪伴呀 孝顺长辈总会有机会的 但是往往等到失去了 才会觉得如果能早一点行动 那该有多好呢 这个卤肉饭的老板 就曾经北漂了八年 他心里其实一直都知道 长辈很希望他可以多回家 多陪陪家人 直到爷爷不在了 他也才真正起悟到亲情的可贵 后来他在爷爷留下来的店面 开了早午餐店 一碗卤肉饭配上半熟蛋 就是奶奶传下来的古早味 他更相信天上的爷爷 一定懂得他的心意 看见他的改变 而为他感到骄傲 这个是卤肉 他每天都会 前一天都会先留一锅老卤 再继续夹 我都大概抓两到三个小时左右 对对对 他需要时间去熬煮 才慢慢他释放他的胶脂出来 大概两天左右 对 天还暗着 这个早起着时早得惊人 因为真的是实实在在的 大半夜就得上工 早上都会用这个针 一天大概会准备25斤左右 卖完就结束了 这个动作其实都是我妈妈负责 我妈妈负责的 她早上都会过来帮我拌油饭 然后帮我煮饭这样子 她都会每天跟着我两点一起 起来工作 我们油饭里面就是简单加猪肉 香菇跟虾米而已 还有红葱头 下去做拌 这也是一个客人帮我做的 他是做木工的 他还顺便帮我做一个砧板 因为每样食材都是当天现煮 东西不卖隔夜 就得今日试 今日弊 不许一定要两天起来弄 对 我都会提早过来弄 因为弄完之后 还要赶快去市场再弄 每天的高汤 里面有熬虾壳 然后还有大量的菜头下去熬煮的高汤 每天都会熬一大桶出来 对 供两个餐级使用 然后这个我们会做成小菜 就是客人要的的时候就切一切 然后连蒜和酱油这样 那这个就是一锅很美味的高汤了 你都没有想要赖炒过吗 我没有耶 我只迟到过一次 睡过头一次 对就这么一次而已 十几年就这么一次 对就这么一次 前年比较晚睡而已 然后就睡过头了 几乎365天除了休假日 他几乎都是准时会起床这样子 那就算是身体不舒服 他也还是会起来开店 就其实阿德是一个很努力很认真的人 那你知道他最大的缺点是什么 最大的缺点太努力了 对 所以几乎没有休息 这个人体闹钟也是创业十年内建的 其实比太阳更早起的 除了妈妈还有老婆 太阳直射进来了 太阳太亮了 太阳直射进来了 太阳太亮了 想把客人当成朋友 看待 不是单单只是吃一顿饭而已 对 我喜欢人缘人之间的互动 我发现我这几年回来之后 我妈变开心了 因为小朋友待在身边 她看得到 这几年我回来之后 我妈变开心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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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多了一个孙子陪她 两人分工 用好吃的味道 唤醒一天日常 你好 里面请 你好 里面请 你要加辣吗 加辣 好 蛋半个 可以 没有问题 好 你好 要在照旧吗 一样 一样 两颗蛋 早安 你好 你好 里面请 好 好 可以 小心到外面来 好 果然熟客不止准时报到 连点餐的老样子 老板也不止记在心里 我礼拜六看到你骑过去 你有稍微看了我们一下 我礼拜六去大早 你有这么看了一下 我每次经过这里都会把你看一下 我们昨天跟朋友 骑车本来要往山上跑 后来他们就说 因为山上这几天危险了 后来都骑平地而已 那边雨太大 对 其实他们每个来 我几乎我都叫得出名字 我从小我都有 我从第一年到现在 我都有一本手册 就专门记我客人的名字 对 就稍微记一下 对 就想啊那个 而且你来了 我就会变得温暖 他们就在我的鞋里面开 那时候 对 因为我那时候 营业额一天才做五百块而已 我每天都在等他们的生意 从早等他们 一直在等他们 五百块都是十七八都贡献 对贡献的 对 因为很多客人陪着他走过创业最初 最辛苦的日子 我其实对吃的都有兴趣 不论中式其实都OK 就初期创业那前三年 那三年是生意很惨的时候 对 那时候我一个人开店一个人收店 从头 对 从头做到晚 对 早上两点多就起来 收到好都已经四点多了 我想做給別人看 因為其實我當作開店 我老婆的家庭他們其實都不看好我 畢竟創業是一條辛苦的路 就是收入不穩定 還好老婆她一路都陪著我 從生意的起起落落 她都一直在我身邊 她剛創業我認識她 然後看她從開始生意不好到 現在生意慢慢越來越進步 那這一段過程當然是很辛苦 去吃飯的真的都是吃滷肉飯嗎 差不多 滷肉飯趕眠 對 其實喜歡的還是平民小吃到 就是去試試看不同的味道 才能再做改變 她喜歡的話我還是會陪她一起吃 油脂返鄉從爺爺留下的店面 從頭開始 不變的是對吃的熱忱 我做義大利麵的 我是義大利麵的廚師 其實我在台北待了八年多 那段時間我一直很想創業 在車上又沒有錢 我就一天努力打三分工 直到兩年多之後 阿公突然離世 我才驚覺我該回家了 那時候是還蠻遺憾的 阿公一直是希望我回來開店的那個人 但就是有很多來不及 一直奠記著 很重 影響非常非常的重 對 我到現在我都還蠻遺憾 就是當初為什麼都沒有好好陪著她 都一直在工作 放假就是陪著女朋友而已 都不會想說回來家裡 陪陪他們老人家 直到阿公走了之後才覺得 好像該回家了 對 我那時候在台北那麼多年 其實我媽媽她每天都會打電話問我說 你下班了沒 今天生意好不好收攤了沒 所以反覆拿捏自己心中阿嬤的味道 就是不能妥協 我們從常都跟阿嬤做在一起 阿嬤煮出來的東西都是甜甜的 不管什麼番茄蛋花湯啊 什麼豬露湯全部都是煮甜的 自然而然我煮的東西出來都是甜甜的 所以還是希望客人自己來吃過 因為這種東西是非常主觀的 對 喜歡就會喜歡 其實我一直都在背後做默默支持她的人 如果她有需要的時候 我就是一定會在 口味的這部分就是不能沒辦法迎合每個客人 那當然我覺得她只要保持她的初衷就好了 膠質滿滿的肉燥甜香誘人 搭配香脆半熟蛋一起吃 也是自家餐桌熟悉的味道 那我們的飯的比例有抓比較硬一點 水放比較少 為了要上面淋滷肉 讓它淋下去之後它的濕潤都會剛剛好 才不會太過於過軟 其實很多東西都是家裡記憶中的味道 像我的滷肉其實帶點甜 算很多客人都以為我是南部人 其實不是 滷肉飯久久吃一次 因為它比較偏甜 那如果是油飯 我可能歐多想到 我就會想吃一碗 如果說不喜歡吃這麼甜的 可以吃乾麵 對 就加醋就好了 一般客人他們有些會不敢吃半熟 就會做全熟給它 其實只要有熱它很快 它下去不用十秒就可以起來了 半熟蛋的話 它變成是算炸蛋的 現煎半熟蛋軟糊熱騰金黃酥香 可以單點配麵配飯配米糕 百搭古早味 品嘗的其實是對上一代的感謝 很多客人都問我說 為什麼禮拜日不開 生意明明就很好 幹嘛不開 我都設為我的家庭日 我當初回來我的設計就是 禮拜天就是家庭日 就是要留給家庭跟小孩子的 你們四位嗎 好 在裡面好 來 半熟裡面請 這個算是我的鍵給手 我就想把鍵給手 好好深耕住 不要讓它不見 我是覺得它希望我努力的去學 對 就是趁年輕的時候不用怕 不用怕吃苦 高高掛起爺爺的期許 也深深把字句刻在心中 那是真摯的祖孫情 也是一種每天被自己熱愛唤醒的 滿足踏實 哦 是